四星级的酒店住七天 而且包你的三餐只要770块钱 你受得了吗 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隔离酒店 这是我们酒店入门右手边的一个常规的衣柜 左手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卫生间的区域 往里面走的话没什么特别的 两张床加一个大彩电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酒店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年份了 让我感觉比较搞笑的 就是这一只老虎 你们看一下 这个老虎的表情像什么 我感觉看起来不像老虎那种威猛 更多的是一种搞笑的风格 现在我江总先把床往旁边挪一挪 因为我们是三个人睡的 所以说要把床推到一起这样睡的话 才是更加方便一点 就是我们本次的一个账单 2310 为什么说是770块钱一个人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房间是三个人住的 我还有白羊 还有这个就是咱们的 银直当当的一个王种 这是我们隔离的话 是在云南的香格里拉 这个酒店的话叫做巴拉格中 战士生态大酒店 据我们了解它是一个四星级的酒店 为什么一个四星级的酒店 是吧我们住七天包三顿 而且它只需要七百七十块钱呢 现在给大家揭秘一下 这就是本酒店的收费标准了 它正常价格的话是三百六十块钱的一天的 然后政府这边是承担了50% 然后个人的话就是像我们只需要付一百八十块钱一天就行了 而且它这里是包找中网的 正常是一百块钱一天 也一样政府承担了一半 最后的话一个人50块钱 所以说我们总的一个金额就是2310 那我们三个人平均下来的话就是我收的七百七十块钱一个人了 今天我们拿东西上房间的时候 我感觉超级丢脸 为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 那重点就在我身后的这一堆宝贝里面了 我们连这个高压锅看到没有 高压锅我们都拿上来了 我一手端了这个锅的时候 人家看我跟着 就感觉我是一个逃难的一样 然后我们还拿了这里面的一个菠菜 还有我们这个王老吉 还有我们没有喝的这个果粒层 就让我搞笑的 还是我端的这个锅的时候 所有人看我的眼光都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锅 如果看我直播的都知道 是我们今天才煮的肉都还没吃 所以说我们就拿上来 不打算把它给浪费了 接下来开始 我在香格里拉维持七天的一个隔离生活了 让我比较期待的 就是它这里标价一百块钱 吃三顿的一个菜系是怎么样的 下一期给大家一起揭晓一下 来看看